张欣宇砸20万走红毯给冰冰下满威 张欣宇狂砸20万走嘎纳红毯 是他给范九亿的第一颗枣子 那么范九亿和李晨在一起 张欣宇为何如此耿耿于怀 让小编给你屡屡思路吧 2012年李晨张欣宇在杜纯的生日聚会上相识 两个人互生情愫走到一起 在这一年多时间的恋爱里 李晨在微博表示了对张欣宇深沉的爱 而张欣宇就变成了那个幸福的小女人 仿佛拥有了全世界 在2013年9月两个人官宣分手以后 大黑牛李晨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 与范九亿高调牵手 这多多少少会让张欣宇的内心接受不了 一边是自己曾经深爱的男人 一边是自己昔日的好闺蜜 让家在中间的张欣宇情何以堪 就在李晨牵手范九亿时 甚至有不少网友扒出张欣宇与范九亿的亲密贴脸照 此时大受情商的张欣宇甚至还一度被大众拿来嘲笑 直言范九亿事业比他好脸也比他小 此时的张欣宇当然吞不下这口恶气 既然抢男友抢不过范九亿 索性就裹着东北大花呗在毛毯上咽压他 或许比脸蛋比不过范九亿 比身材的话就要甩他N条街了 毕竟范九亿的胖在娱乐圈人尽皆知 而张欣宇的性感身材有目共睹 最终张欣宇的风头一度盖过了范九亿 却也招来了娱乐圈纪检尾王公子的助力 心直口快地说某位女星走红毯式炒作 生猛的张欣宇随即表示 你管得真宽 让人不得不感叹 外表柔弱的张欣宇还有如此硬气的一面 竟然感知对王公子 在面对媒体采访时他说道 自己知道王公子是在开玩笑 讲的也是一句大实话 但是他作为一个艺人放弃了很多的东西 所以这一次他想要坚持自己的性格 说到底这场红毯的风波都是流量的博弈 也是两个女人之间的暗自较量 不得不说张欣宇作为一名女星 形式作风还是比较大胆 估计换作别的女星万万不敢与范九一争风头吧 对于张欣宇狂砸20万给范九一下马威这件事情 你怎么看 欢迎在评论区说出见解